记者吴孟伦台北报道,天主教父仁圣博敏神学院教授宁永新日前与女教友致必谈喝酒谈心,宁永新血因不胜酒力失足落水,消防员潜水走就二小时,宁永新送医后仍不治身亡。 宁永新为金曲歌后纪小军女儿灵喜的代妇,纪小军也在脸书哀悼,却被一位闹事网友惹怒,抱起回枪。 纪小军在脸书PO出宁永新离世的新闻,语带满满的不舍,眼睛也已哭肿,哀伤地说,我不相信离去的人,是疼我一家人帮助我的恩人,我生气又难过。 却有一名女子在她的文章下留言去报警,乃哭什么,也跟宁哥要钱,让纪小军回枪我才要报警处理乃这个蛮厚胡说八道呆脏的人,该女子却又指纪小军是帮凶,纪小军的朋友也帮忙反击,双方你来我网站火十分猛烈,之后纪小军火大表示要这样棒一个死去的哥哥吗? 要栽脏我跟她要钱吗?请问我没有钱到要跟宁哥要吗? 她是我们非常尊重的长辈,奶的脏嘴已经怒了脾气好的这些人了,更忍不住抱粗口她X的臭女人,自由时宝电子宝提醒您,未成年敬物饮酒,酒后敬物开车,饮酒过量,又害健康。